每年农历6到10月是肯定露蟹繁殖高峰期 许多露蟹妈妈在月圆夜晚下海试幼完成使命 然而这生产路程却是处处充满危机 无数生命在横跨马路时惨遭露杀夺命 终止生命旅程 更管住为了保护暴软母蟹的安全 将分别在8月18号到20号 以及9月17号到19号晚间进行交通管制工作 在7月8月9月 也就是农历的15、16、17 我们会开始启动交通管制措施来保护路线 疫情各位游客在沙岛、香蕉湾等等重要的路线7地 我们会启动交通管制 希望各位游客到现场的时候 能够接受我们的交通指挥 留给路线通过道路的一个时间 管制路段分别为台26线省道39.5K 自41.5K共2公里路段 原四线道缩减为二线道 踩双向各缩减外侧车道 除封路交通管制外 现场还有生态调查监测 各级进行定时定点路线环境教育 期盼大众能对园区生物更多礼让及尊重 管制的措施是每封闭10分钟之后 就会通行内线到10分钟 请大家配合现场的交管 如果没有必要也请大家尽量不要使用那条道路 在那两个交通管制的时间内 把那条道路留给路线妈妈使用 耿管初表示 墾丁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环境 无论白天黑夜都有许多生物出现在道路及周边场域 再次呼吁民众行驶在国家公园区内道路时 能提高警觉放慢车速 里让生物先行通过 进行观察路线等活动时 也尽量避免过度干扰 为海洋生态环境努力 守护路线平安 记者是心亭张主豪采访报道